跟你講說姓啥名誰 他做什麼什麼的 然後email的帳號完全揭露 他不是很重視隱私嗎 那你應該要保護 也要保護其他人 再來看這一篇email 他是寫給資策會的企劃處的張淑媛 然後張淑媛他應該是回信 他講說謝謝顏總百忙之中 來回覆處辦理這個相關的後續 感恩 感恩 那前面的前言是什麼 是說文中皇帝建議的這個部分 那請用科制業務處長鴻安即可 其他的部分我都沒有意見 謝謝 然後寫的人是閻君泰總經理 他就是科制企業的總經理 問題是你這樣寫 我們有點不知道上下文 發生什麼事情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高鴻安 匪陶匪 可是他說我真的就只是一個底層 到不能再底層的員工 你覺得這句話 有沒有透露出什麼訊息 第一個這個高鴻安 他會用這個email來自證 他的清白 就是想要告訴大家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剛剛你講的那個顏總軍泰 顏軍泰就是他過去在資策會 他的上司 他的這個當時的創作 創業組的創業組的組長 他上面還有一個這個所長 然後在上面還有一個資策會的副執行長 龔恩文 他幾乎都把他們幾個的這個跟他的通 就是聯繫的這個都揭露 那他想要用圓軍泰當時的說法 比如說他說圓軍泰叫他這個要掛這個科制企業處處長 來證明說你看我資策會的頂頭上司 我的職署長官 我的這個這個創作創業組組長 他都知道 更何況是我創業所所長 怎麼會不執行 我的資策會執行長副執行長 怎麼會不知道 他想要用這個來推論 用這個來推理就對了 但是我好奇的是 有email卻沒有白紙黑字的公文跟簽程 跟相關的紀錄 一般公家機關也好 或是公司行號 或者是這個辦官方的單位 或是像類似像財丹法人 這樣的一個資策會 應該不是一個小規模 兩三個人的公司 應該會有一個大制度的一個公司 有一個狀況 有一個人事的一個簽程 簽合等等 諸如此類的一個人事令 或是怎麼樣 告訴你長官支持你這樣做 所以你是科制企業的企業處處長 同時也是我們資策會的什麼 研究人員還是規劃人員 否則他為什麼說 掛科制企業的企業處處長 我也可以解讀說 這一封email透露了什麼 不要讓人家知道 高宏安在資策會 還有職務 我用反向來思考 對不對 袁軍泰這一封email 告訴那個他裡面的什麼 那個小姐 說把高宏安 掛科制企業處處長 是不是怕科制之後 高宏安還沒離職 他還是有我們在資策會職務 所以不要裡面有資策 我說我用這個反向 你把這個email公布 我也可以這樣子去懷疑你 是不是袁軍泰當時有顧慮 要不然你幹嘛特別提醒他說 掛科制企業處處長 怎麼不做 他也是我們資策會的 這個也是他的寶 資策會裡面培養出來的人 然後創立了科制企業 他也是共同創辦的人 都是一個寶 那為什麼不能把科制企業 跟這個資策會的 他的職務人民連在一起 我們可以大肆宣傳一下 這不是好事嗎 對資策會來講 對嚴峻他來說 有什麼好遮遮掩掩掩的 我說他在公布這個時候 他刻意不遮掩 剛剛你講的那個 他最在意的隱私 說那都是個人隱私 之前有立委 不是要去調這些資料 隱私啦 你怎麼可以調 那你現在公布人家隱私 我不知道你公布了 你跟嚴峻泰之前的隱私 有沒有幫到你 可是我反而覺得 隱約覺得你會害到他 因為搞不好 會讓嚴峻泰等 嚴峻泰門 你的長官們 變成共犯結構 因為事情不怕 因為他揭露的這四個人 email上面有寫 先打招呼嗎 對啊 然後有沒有先打招呼 也是個問題 甚至是不是隔空 提醒警告他們 你們都跟我有事 你們都跟我一樣有事 大家講話比較小理 是不是 高文安 他自己在他的財產申報 揭露了四葉投資 有一百六十五萬元 新台幣的投資 我不知道他這個投資 是握有的 這個可以換成現金的股權 還是掌握有這樣的一個股票 那一百二十五萬 加上四十萬 分別在2015年跟2018年 他都有申報 這都是他的創業投資的取得原因 那這個一般都是 不是股票 就是至少你當時有一個現金 所以你說你在科資企業 你沒有資金 你沒有領任何的酬勞車馬費 我相信你 但這一百六十五萬的 有價值的投資 要如何解釋 是你到時候科資 你撤股的時候 科資要給你一百六十五萬 我一般的認知是這樣的 沒錯吧 所以你告訴我說 我是底層再底層的人 我只是底層跟底層的官員 但底層跟底層的官員 可以把你上面的一頭腦骨的長官 喪失像槍的肉掌一樣 蓋屎一樣 一整串都牽出來 你這個底層真是恐怖 誰做你長官誰倒楣 而且你用這種方式 這不是告訴我們贏了狗 還要嗆聲 我贏了整個賭博 我還要嗆你們 就是賭不過 你們賭計差 我就是賭後怎樣 我覺得你如果告訴新竹市民 跟告訴觀眾朋友 將來新竹市是可以允許市長 底下的每一個局處首長官員 都可以在外面兼職投資一個新創公司 還可以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新竹市政府投資的 然後但是不要把新竹市政府 跟這個公司新創公司牽扯在一起 讓少數人發大財 不是讓所有新竹市民 讓少數人跟你有裙帶關係 跟你有政商關係 很好關係的 有關係就沒關係 賺大錢發大財的話 那沒關係你就支持高宏安 那如果你認為你看不下去 不能這樣子公器適用 或者是什麼都要贏者全拿的話 那沈慧紅跟林跟仁 兩個人在選舉的時候 至少沒有像你這麼誇張 拿著支撤會的資源 甚至我懷疑 這個科制 可能是支撤會裡面的潛規則 存在已久很久了 那你是不是害到了很多人 和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東西 和很多的人事 包括這些存在業界的一些 不可告人的秘密 還有你的長官 全部都被你出賣了 是不是養自己人 拿支撤會 拿公家資源 那我覺得這個更壞 拿政府的資源 去養你自己的人 養你自己的錢 然後在那邊 藏汙納購之後 等到你撐得出來選舉 我覺得壞就壞在 閻君泰這些長官 孔仁文這些長官 吳瑞北這些人 可能當時根本沒有料到 你會出來選舉 然後他們這些事情都被揭露 現在難看了吧 而且中間又傳出來 郭董 鴻海要把他這個公司買去 可能股價又往上升 往上翻 曾經傳出這樣的一個狀況 已經買了 好 那你這邊是不是中間 你是堪刷 我不想說堪高 很難聽 因為他自己說的是啊 對啊 那你自己在裡面寫得很清楚 你在這邊 簽了政商關係 賺了錢 然後最後這些 你難道沒有中間 我們在講所謂的中人錢嗎 面額是十塊錢的股票買的 對 所以我就說十塊錢的股票 他現在就少錢 再買過去不得了 你要不要告訴大家 四十萬是那一個獎金 一百二十五萬是十塊錢的那個 所以曉芳姐剛剛講的 你沒有資金 但是剛剛他講的 曉芳姐講的這個 還有韋智哥提醒我的 這些股價往上升 那這些獲利在哪裡 都在那裡 這些錢在哪裡 你告訴我啊 所以我才說不要得了便宜 還賣乖 然後還告訴我們 你是很底層很底層 我真的覺得你在放屁啊 他就是要使大家一起死的觀念 這樣嗎 因為他的其他的主管 其他的主管 吳瑞北不是有多次出來 幫他講話嗎 甚至什麼比台積電 張忠謀等等有沒有 吳瑞北後來發現 一發不可收拾之後 他最後丟下了幾個字 他說那是他的事 他自己要處理 現在這個鍋我就不背了 來 董老師要補充 那個議員 再讓議員再講下去的話 高宏安以前的知識會的同仁 或是他的長官會越慘 高宏安現在所講的這些 在法院上都沒用 就是說他拿 他怎麼email出來 拿照片出來 拿新聞稿出來都沒有用 因為法院 進了法院以後 他第一個是先看 程序上的證據 知識會明明就有 這個所謂的 會外同仁兼職辦法 這個叫程序 對啊 所以進了法院以後 因為你有這個規定 所以法院問了第一句話 有這個規定 然後那你印划按照這個規定 申請核准 有沒有 就先問這件事情 法官不會看你照片 email 對對對 不看不看 不看 就先問這件事情 你沒有 那就叫違法 可是因為你高宏安 把這些東西 通通拿出來了 他就牽扯到 另外一件事情 就剛才議員有講 他是高宏安 其實是自己提 陳塘證據 我的確有 有在兼職 一方面是自提陳塘證據 另外一方面 被高宏安所點的 以前的同仁或是長官 至少有一個行政疏失 那個跑不掉的 那個跑不掉的 所以說再講下去 那些以前他的同仁 他的長官會越倒楣 因為我今天看到 這個柯建民柯總召 他講了一個 蠻驚悚的 我先請教宇曉老師 他講什麼 他說高宏安 現在選舉不是重點 請立書這是重點 來 宇曉老師 對 剛才董教授說得很好 高宏安現在問題 叫beat trouble 這已經不是誠信 道德 人格的問題 現在是法律 而且牽涉到民行事 最後才會牽涉到政治有問題 如果他不退選的話 柯總召洋洋洋洋 列十大點 但我用大白話 為大家說明 他哪裡beat trouble 第一個最簡單的 抄襲兩篇論文 侵權財產權 資社會要自訴 涉及民行事 賠不完 你不是賠多賠 是賠不完 這第一個 第二是 斯文掃地 為什麼呢 兩件事情 柯總召說 新聞新興納提 嚴重就是撤銷學位 你不是說你是學霸嗎 你這個撤銷學位之後 你只剩下台灣的碩士學位 你就拚敗不起來 匪陶匪 當說博士論被撤銷的時候 匪陶匪自然也消失 結果變成匪陶匪的笑話 第三個什麼 更重要的地方 全世界 全美國 會知道這件事情 資社會要行文 美國期刊的出版商 簡單 期刊索引系統 台灣叫做TSSI 簡單講 涉及什麼 論文資料 公務電子圖書館 如果被證實 這是抄襲的 你的東西被下架 而且會公告 全世界要看這個論文的人 很簡單 不得引述 因為這是假的 這第三個 這個叫做斯文掃地 第四個 你不要自導自演 電子期刊署名券 保證高論文 高鴻安論文沒有問題的人 這是誰 這個地方突然就沒有個資問題 這到底是自導自演 自己批圖 自己寫給自己的Email 不得而知 但是上法院之後都會認證 你搞不好又偽造文書 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你扛定找好律師 如果不想和解 就去找金牌律師 起碼心寬寬 動折折就超過10億了 所以各位 賠了夫人又折兵 一開始誠實以對 持球對決 向社會道歉 你不這麼做 現在倒嗆所有人 告訴大家國家機器不然就拿Email 他們拿蔡總統的照片 告訴大家總統也知情 你到底要演到什麼時候 待會民調告訴大家 現階段你的政治效應正在發酵中 好我們繼續來連線陳時奮教授 因為這個資策會的部分 他其實是上個禮拜五 他越洋向辛辛納提提出了檢舉 那包括教授你本人 你應該也有提出檢舉 那我們好奇的是說辛辛納提那邊有沒有做出什麼相關的回應 那我們在跟你請教的時候 你最後做了一個看劇的形容 你說可能最後會演變成為喜劇 那我就會蠻好奇說是怎麼樣一個演變法 來請教教授 我第一次去檢舉的時候是在去年10月份 我把相關的資料 我用本名 用本名寄給辛辛納提的 掌管研究的副校長 還有相關的主管 然後他們的學輪主管 有給我回覆 感謝我 提供他們這些資料 同時告訴我他們會去調查 那接著我又補了幾次的資料 但是他們都沒有再給我回覆 那最後這個校方的處置其實讓我蠻驚訝的 那事實上整個事情我這麼來講好了 就是說一開始我認為這會是高宏安的悲劇 怎麼說是悲劇呢 我認為以這個抄襲的情節 如果美國的大學如我所了解的這樣堅持學生的誠信 高宏安會被撤銷博士學位 所以說我一開始認為這是他的悲劇 但是後來校方同意高宏安去增補謝詞 對資社會的謝詞 另外增加了一個參考文獻 不倫不類 這個時候我感覺 先進那題大學跟高宏安 已經把這件事情處理成鬧劇 原來是會悲劇的 現在會後來變鬧劇 那這兩天網友號召去大量下載 高宏安的論文還掛在上頭 然後現在的下載事數已經到降近50萬了 今天在臉書跟在推特 我都可以感覺到一個歡樂的氣氛 大家爭相去下載 然後再更新下載的次數 高宏安他的人生會多一個成就 就是博士論文下載次數最多的記錄保持人 今天我在臉書也開了他一個玩笑 40幾萬的下載次數 這是遠超過諾貝爾獎得主的博士論文 我在開玩笑說高宏安會因此 獲得這個諾貝爾的抄襲獎 我們回頭來看這件事情 高宏安的處境 高宏安是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政治人物可以被尊敬 可以被懼怕 可以被討厭 甚至可以被仇恨 都沒有關係 這樣的政治人物還會有前途 但是高宏安的抄襲事件 由剛開始的可能悲劇變鬧劇 變現在的喜劇 高宏安已經變成一個被嘲笑的政治人物 而當一個政治人物開成變成笑柄的時候 他不會有未來 其實覺得高宏安應該是開始要去想辦法 怎麼樣做損害控管 不要再讓這背後的笑柄再繼續擴大 高宏安還有另外問題 昨天李正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獨家揭秘 他講說他的助理葉國文 這個葉國文他也要選新竹市議員 那這個葉國文你有看過 億萬富翁去當助理的嗎 我們現在是沒看過 不過出現一個葉國文 來瑞德哥我先跟你請教 這個葉國文他有什麼狀況 他其實有一個是涉嫌會選 然後他還有別的問題是這個違建的部分 那是他就去發現 他們的那個服務處 那棟就是民眾黨在新竹的黨部的 這個服務處 那一棟樓呢 他發現說如果要賣的話 他是高報酬的一個套房 他是怎麼樣 這個單位是萬元 所以是兩億零八百萬 他開出來的價格 然後我想說七層樓 然後七樓他到底是要怎麼賣 我搞不清楚 不過後來我進一步看 他告訴你 我是有一百二十間房間 那應該是整棟都賣 我看起來像是這樣 然後後來這個四叉貓 不是提報說 他的去數了樓層之後發現原來 他的這個建造的部分只有四層樓 可是他變成五六七 漲到七樓了 他說哇 這個兩億要飛了 因為新竹市政府難道是賣財嗎 這是違建 這是不是要聽 就是有猜的問題 然後他發現這個葉國文 為什麼他一來一去 他的公司投資其實蠻多的 他包括有一個叫做甄惠豬 然後還有甄惠建設公司 甄籍建設公司 還有格尚保全以及聚業科技 還有一個叫甄鑽建設公司 他發現他的這個違建的部分 這一個的建造 也是只能蓋到五層樓 可是他又多了一層樓 那問題來了 我這麼有錢 我是億萬富翁 我為什麼要跑去當個助理 對沒有錯 那麼從 因為這是李正浩踢爆了 如果葉國文真的有上億的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住竹北 我不曉得 然後如果他真的有上億 一億八千萬很正常 從公寫說竹北人隨便 滿街都是八千一億 八千萬一億的 那麼葉國文如果真的有上億的身家 為什麼他要去委身 屈臼高宏安的助理 人家人人就送 人家就不管你去做這個 問題是我這樣講對不對 大家會心裡會產生疑惑 他明明就那麼有錢 又不是沒有錢 沒有那個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很可能要尋求社會地位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於他會選 他涉及會選 然後二十萬交保 所以高宏安身為民眾黨的新族市黨部主委 再加上他要選新族市長 照例來說 媒體問你這件事 你至少要表個態吧 你不能跟我講說 現在司法調查中 等到司法怎麼樣 等到三省定業 等到民國幾年 你應該正確的講話是說 對這件事情我們表示很遺憾 現在正在司法調查中 我們呼籲所有民眾黨的黨員 都應該要清白參選 你知道嗎 然後對於這些 如果到時候 我們可能把他開除黨籍之類 德哥我聽完你講話 我覺得你好有高度 因為今天我們記者跑去問高宏安 他說什麼 他把他前面要講完 罵卓正宏的講完之後 他就說謝謝 重點在這裡 你不能躲 你是黨部主委 你懂 你有選新族市長 你要有一個高度 那至於 至於葉國文的房子 我覺得這事情比較大條 新族市政府一定要查清楚 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在民國84年 台北市那時候 阿扁當市長的時候 因為違建太多 台北市違建太多 有一個豁免條款 不是說都不拆 84年以前的違建緩拆 然後以後的違建 急爆急拆 如果你現在有 各縣市都一樣 如果有違建正在蓋 比較離譜的話就拆 剛剛說了 他93年蓋這個房子 他上面申請的是四層樓 我的天啊 他的房子不禁讓我想起了 那麼要選總統的韓國瑜 他們在雲林谷坑的 那個豪華農舍 變胖又變高 就是這樣子 變胖又變高 他變胖變高了三層樓 各位要知道 變胖變高三層樓 不是像我們一樣 搭個鐵皮屋的違建頂樓 同雄爭一隻眼 閉一隻眼就算 你知道嗎 那還不會很嚴重 但是這個房子 如果當時他蓋的時候 是以四層樓的方式來蓋 他的設計圖 他的挖地基 他的承重耐重能力 都是以四層樓 我問你 你把三層再跌上去 你有沒有去爬過山 當你背上了二三十公斤的東西的話 你是不是腳步就沉重了 當然平常沒有事 一旦遇到大地震會怎樣 一搖的話 砰就垮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沉重能力不夠 這大家都基本的嘗試 因為他一開始並不是為了設計七層樓 如果七層樓有七層樓的申請 他為什麼不申請七層樓 對不對 所以他只能申請四層樓 而且蓋為建三層樓 他民國九十三年以後的 所以新竹市政府一定要莊案處理 他有沒有馬上帶專家去會堪 有沒有安全上面的疑慮 等一下發生低檔對不對 再來個6.8 7.1的 那怎麼辦 會不會有安全上的疑慮 會不會發生危險 我不管你葉國文 要不要選議員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不管 安全上面就有問題 過去有看過違建 為什麼 一看就知道違建 因為從側面看對不對 他只有三層樓 還蓋到七八層樓 怕死 後來從側面一看 他真的是違建 那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新竹市政府不要因為說 怕人家講說你是政治追殺 不要這樣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141 22這件事情上沒有得商量 講到這兒高鴻安 他們今天的反應是說 我們本來是 一樓本來是我們的黨部 我們現在沒在那邊 麻煩你大數據專家 網路上被四層樓抓到 網路上的地址還是這個地方 還是一樣的 你沒改啊 還有我個人非常耿耿於懷的 什麼事呢 我個人耿耿於懷是 當時門口被英帝大帝有沒有去拍照 拍到台灣民眾黨的大陸壩 把人家佔用到 也就是這個地方的一樓的機車停車格 水泥汗死在那個地方 然後人家因為這樣機車沒辦法停車 那時候媒體去賭高鴻安 他說 他說這是房東的事情 房東的土地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到後來 那麼警方已經把它拆掉了 高鴻安到現在沒有為這個事情出來道個歉 如果你當個黨部主委就可以在門口弄個陸壩 讓你選上新竹市長那還得了 房東就是他的助理啊 對 就同一個人啊 或是助理跟他老婆他們的股份5050 就是同一個人啊 對不對 來 我們再來看一個部分 因為民調的部分 這個是ETtoday的民調雲 他所做出來的新竹市長候選的支持度 高鴻安還是一馬當先喔 37.8% 沈慧紅是31.7% 那林根人有一點被海放了 18.2% 那一個問題來了 我記得之前呢 余沙老師 高鴻安陣營或者是說 類似吳子家他們有一個言論 他們不是講說 你們就是民進黨有夠傻的 傻的 傻的你為什麼沒事去講他的什麼論文啊 什麼兼職啊 怎麼樣 你看你把他吵得老高 那如果這個邏輯通的話啦 那國民黨是不是來拜託一下民進黨啦 是不是去抓一下林根人有什麼問題 幫忙打一下 那林根人的民調不就有起色了嗎 你怎麼看 我先說啦 政黨政治啊 跟選舉都是一時的啊 但是非不可沒有 像吳子家這種喔 選擇性的這種呢 說法 我個人是不太認同啦 凡是說什麼 帶風向說啊 高鴻安越打越高 越打越勇啊 我只問吳子家 你可以認同這些事情嗎 剛才我所說的這十大問題 吳子家 你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說是民進黨帶風向 民進黨故意害他 你跟高鴻安口徑一致 那你乾脆啊 變高鴻安的進權總幹事 不就好了嗎 不需要董事長開講嘛 或者是說去帶這些風向嘛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為什麼超級說好充 高鴻安這樣的危機處理態度 有很多人看不下去嘛 因為民進黨現階段 支持沈慧紅的 已經高達87.3% 就像台灣民眾黨支持高鴻安的 高達87.3% 政黨對決可以理解 可是支持林根仁的 國民黨的 只有大概70% 剩下22%的 跑去支持高鴻安 我們來看 張善政你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我的印象第一個就是 馬英九執政最後看守的隔魁嘛 然後他是企業的CEO 我們來看今天時代力量是揭露 張善政他的人脈 說他是在一間數字王國集團擔任職董 他擔任職董又怎麼樣 告訴你這一間數字王國背後的大股東 居然是中共國務院還有解放軍 我們一起來看 時代力量議員候選人林家瑋 立委邱顯智 27號拿出資料舉行記者會 指控張善政擔任數字王國 執行董事 這集團有解放軍背景 從股權結構來看 中共國務院投資中信集團 保力集團 保力集團背後是解放軍 底下還有保力文化 而張善政擔任 執行董事的數字王國 最大股東為中信集團和保力文化 背後就是解放軍 再看看數字王國網站上 董事會人員有謝安 執行董事張善政 而李衛強崔浩 就是保力文化的代表 遭殖疑集團明顯受到保力影響 保力集團他其實背後是解放軍的資本 而保力集團他 其實就是軍工企業的一部分 他專門就是在做 中國的軍火的進出口的生意 而國防部投資的智庫 也曾經針對保力集團 對臺灣的威脅 有何影響出了一則專文 記者會上播出這段 臺北市府的防疫廣告 出現虛擬的鄧麗君 這座公司就是數字王國 張善政快步上車沒有回應 只是他擔任由解放軍背景的集團董事 恐怕不說清楚 又會加深遭外界質疑的親中立場 牽動桃園選情 好 張善政我之前記得 他在中華志工黨當首席顧問 他這個也是一個同派的單位 現在又多一個數字王國聽起來覺得 不知道是什麼童話還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特效公司是不是 好萊塢的電影特效公司 好 來 我們先看 數字王國好萊塢的電影特效公司 可是你要去解構 它的背後是怎麼樣 我們先看沿路的圖 數字王國往前走 他有兩間 中信集團不是台灣的中信集團 是對岸的 另外還有一個保利文化 保利文化這兩間 他們是算是數字王國的最大的股東 占股是17.34% 往前推 都可以推到保利集團 然後再往上推 居然是中共的國務院 還有解放軍 今天看到張善政他怎麼解釋 他說數字王國就是台灣人 主導的一間公司 並不是中資控股的公司 而且不論是他的財報 或是網站上面 他都稱呼我 稱呼我張善政是台灣前行政院長 如果他是入資中資公司的話 那怎麼可能會這樣稱呼我呢 他現在有一點高鴻暗話了有沒有 有一點中東警話 因為中東警話 那個殺死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是法律有問題 來我請教董老師怎麼看 這個細節脈絡怎麼看下去 好 這件事非常嚴重 我第一個要解釋 這個中國的這個保利集團 跟中國的中信集團 赫赫有名 他已經成名40年了 不要說 稍微碰過兩岸關係的人 都知道這兩家公司是什麼背景 我先講 第一個 這個保利集團 屬於這個中共的解放軍總參謀部 他的這個創辦人是誰呢 是之前的這個中共十大元帥賀龍的兒子 叫做賀鵬飛 中信集團 我相信時代力量應該去查Google 被Google騙了啦 什麼國務院 署名榮毅人 我建議時代力量去查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叫誰呢 以前中共的那個大將軍 王震的兒子叫王軍 你會赫然發現 王軍怎麼是中信集團的創辦人 屬於中共總裝備部 看懂了沒有 然後呢 那個中國國務院的那個榮毅人 只是被拿來當作人頭 好 這些公司因為存在40年了 我在保利公司 2013年就被美國制裁了啦 為什麼制裁 因為他偷賣武器 給伊朗 北韓 敘利亞 已經被制裁了 那個時候呢 保利公司跟中信集團都一樣 就開始分化 他們成立了數十家的子公司 孫公司 就是中共的搞這種代理人 這種資本的代理人 透過海外設立這種公司 去洗白他們的公司 這種案例屢見不鮮 我只問簡單的一句話 奇怪啦 好萊塢的 聽說是好萊塢的特效公司 那怎麼會註冊在香港啊 這不奇怪嗎 他當然是有做好萊塢的工作啊 有做好萊塢的生意啦 但是那只是他一部分的生意 我現在告訴各位 這個中信公司或是保利集團 現在在做什麼生意 因為中美貿易戰 所以他們又分化了很多 這種所謂的科技公司 保利科技公司啦 保利文化啦 然後呢 在做 向各國滲透 要去買科技 或是偷科技 挖人才 通通可以 重點是什麼科技 他們平常不是普通的軍火買賣 不是 人家是非常高檔的 專門在做高級的飛彈設備 這個無人機 高檔的無人機設備 掛彈的 什麼意思 掛彈的 專門進攻台灣用的啦 我講白了吧 就是這些公司做的啊 所以呢 你就覺得 這些都是科技公司 用那種什麼數字王國當幌子 然後呢 還做好萊塢的生意 你真的以為 別人是白癡啊 看不懂這兩家公司啊 怎麼可能 所以各位觀眾 我剛才提供給各位的線索 各位去查一查 今年我在提供給各位觀眾 有個線索 今年 2022年4月16號 我們的國防部 國防院 有出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 中共的科技公司投資基金 就在描寫說 中共的這些 所謂的科技公司 怎麼樣的化整為零 改頭換面 繞過海外 像海外的 包括台灣的科技公司滲透 那篇文章裡面就點名保利 中信集團 寫這篇文章的作者 一定不知道 張善政跟他所屬的子公司 竟然是執行董事 你是志工黨的最高顧問 那已經不得了了 你現在執行董事 張善政今天說了一句話 我沒執行 我沒執行 這又是聯岸關係 一個非常曖昧的地方 你去蓋某一個公司的 執行董事 竟然不執行 這合理嗎 對不對 那我相信一定查無紀錄 但是這合理嗎 我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 一定查無紀錄的 好 張善政去年 我再講一件事情 你張善政去年 還公開的支持華為 說不該禁華為 其實華為這家公司 已經被美國 還有很多歐洲國家 已經禁止了 他的設備 張善政去年 2021年5月公開的說 不但不該禁止 中共的所謂的這些 有間諜嫌疑的這些公司 張善政還公開呼籲 台灣的高科技公司 要趕快到中國去投資 去年5月講的 我覺得很奇怪 剛好他在選桃園市長 其實桃園就有科技工業園區 張善政你為什麼不把你做 你去年講的話 公開的當作你的政見 你還對不對 還要躲起來 三件事情都跟中共有關 所以看到今天 這個最近中共20大政治報告 裡面出現了一句話 中共未來要堅定的支持 台灣島內 這個愛國統一人士 我越看越害怕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 值得我們國人高度重視 我們的地方選舉 不只是地方選舉 他跟連岸關係 已經扯上很深的關係了 雖然說董老師是 他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那靖平哥 因為我今天也看到張善政這邊 他們也立刻就開了記者會 就說 沒有啦 你五歲了 這個真的是一個電影特效公司 他做過什麼呢 做過什麼一集玩家 然後蜘蛛人 等等的那個部分 那我請教你 因為張善政講說 如果真的是跟中資有關的話 怎麼可能會稱呼我是 前台灣行政院長 但是這個其實就比較模糊了 大家覺得說 這有點打迷糊仗 那細節是什麼 你們可以打張善政沒關係 但是打到數字王國 如果在好萊塢跟這個影劇圈 會變成孤陋寡文 我也提醒大家 數字王國 這是在這個言語前赫赫有名 包括我們的國內的媒體 民視還有這個天下雜誌 都曾經去訪問 專訪過他 數字王國的執行長 也是裡面唯一兩席執行董事 其中一個是張善政 另外一個就是謝安 謝安他其實是台灣 台灣英納 台中人 當時天下雜誌去訪問他 還這個專訪說 他是拯救 瀕臨破產的好萊塢的 這個台灣英納 為什麼 因為數字王國公司 創辦人不是這個 張善政也不是謝安 創辦人是詹姆斯卡麥隆 詹姆斯卡麥隆 在國際間的聲譽 還有這個影劇圈的成就 我就不用多講了 大家已經看 幾乎很多人一定看過 他拍過的電影 阿凡達 還有包括鐵達尼號 所以數字王國一開始 這個作為這個 參與好萊塢大片的製作 就是阿凡達跟鐵達尼號 可是因為畢竟電影人出身 他對於這個財務的控管 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在好萊塢開始 這個事業開始 正要順風順水的時候 他後來出現了這個資金的問題 瀕臨倒閉 那為什麼會註冊在這個香港 我跟大家講 純粹因為謝安的關係 謝安他是台灣的小孩 他很聰明 我認識他 年紀輕輕不到30歲 去接掌這一家公司 他在北京念北京大學 然後在香港 他一直在從事 這個跨國企業的併購 包括當時在香港 還協助馬雲的阿里巴巴企業 那在香港 他認識了很多各國的 這個金融家和企業家 所以數字王國他的作品 還包括什麼 復仇者聯盟 蜘蛛人 黑豹 還有一集玩家 還有玩命關頭第七集 然後甚至像包括之前 巴西奧運的VR直播 都是找數字玩家 周董最近的作品 最偉大的作品 也是找數字玩家 最新的鋼鐵人跟這個雷神索爾 也都是找數字玩家 跟他合作 所以你看到 漫威影業幾乎有很多 都是找數字玩家 他擅長的是虛擬人物 數字玩家的股東結構 我跟大家講 最大的股東 並不是保利集團 也不是中信集團 保利集團是12%多 中信集團是5%多 兩個人加起來17% 點3 34還17%點多 反正是17%點多 最大的股東 是在馬來西亞的一個 正姓華裔的一個企業家 他總共20幾% 然後還有一個澳洲的一個華裔 澳洲人他是18% 所以加起來你看 就才超過五百五十幾% 其他他的董事還有誰 兩席中國的 一個這個保利集團 一個中信 那一席馬來西亞 一席澳洲 兩席美國人 其中一個美國的這個董事 他是南加州大學 電影學院 影業學院的院長 一個女士 一個女生 他也是裡面的一個董事 另外兩席是澳洲 我就跟大家講 一個英國 一個德國 所以裡面有八個董事 來自世界各國 包括兩席中國 那另外一個執行董事 兼執行長就是謝安 那執行董事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張善政 他說他不執行 也沒有領任何的一個酬勞 因為他也沒有去 這個美國開會或幹嘛的 那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不是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種 然後又是一個 有頭有臉的大公司 可是為什麼要找張善政 當直董 然後他又不知心 然後感覺就是 因為謝安達人際關係很好 他的英文 外語能力又很強 我過去去香港採訪 專訪的時候 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非常熟悉他 他在香港認識那些 民主派的人士 最後看到什麼雨傘運動 反送中央 幾乎都被抓了 香港的民主黨議員 圖謹申 香港的公民黨主席 關信基 香港的公民黨議員 這個梁家傑選過香港特首 敗給這個曾應全 這個建制派的 還有香港的這個議員 吳矮宜 全部都是類似像謝安 他這些關係 把他串在一起 他在香港一直在 這個長期接觸這些 在從事民主運動 後來當然他也離開香港 這幾年的香港的 這個狀況惡化 大家也知道 真的有志有理想人 也待不下去 所以他在香港認識那邊 註冊就住在香港 就是這樣 他會接觸到保力集團 和這個中心黨 我一點都不意外 我跟大家講 不要去批評說 什麼張善政跟什麼統派 什麼志工黨 志工黨的顧問 藍綠白無黨籍 全部都有 我都看過很多 只要在台灣選民意代表 不管是在北中 那你有嗎 你有當顧問嗎 我也接觸過志工黨 不是 我是說你有領那一指 因為張善政講說 秀才人情指一張 這個顧問就是 那一張聘書而已 沒有什麼實質 我太小咖了 我領不到 因為我是議員 因為我就直白講 我太小咖 他們不會看上我 他們要嘛 就是找立法委員或怎麼樣 但是藍綠白無黨籍 我看過的 他們那個上面的名冊資料 全部都嘛 有 不是只有張善政 宗來宇少老師 我先澄清幾件事情 我們沒有要質疑數位 我也沒有要挑戰 數字王國 數字王國 我也沒有質疑謝安 我更沒有質疑好萊塢 我也沒有想要批評周杰倫 我也沒有質疑卡麥隆 怎麼到時候 國民黨說法 都跟張善政當中一樣呢 只要質疑他 就跟後面的人過不去 我們有挑戰張善政的宏基公司嗎 好像我們剛才都沒有針對 這些影音文化創作的人 有什麼挑戰吧 所以說不要歪樓 這第一點 第二個 不要一竿子 大家又開始 幹嘛 把所有東西都移平 我們什麼時候去挑戰 去中國做生意的人 我們什麼時候去挑戰過台商 但是這家公司背景 來 我跟大家講 董教授說的 那所有北京人或是中國學者教授 知道這棟大樓是什麼嗎 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 北大街中國保利新大樓 我直接講 我去北京的時候 我和北京朋友怎麼跟我講 被人害了這些學者 在他面前耀武揚威說 這就是我們解放軍的驕傲 這是我們新的軍工附和體問 然後呢 這就是為打台灣做準備的 你能夠接受這個嗎 當然不能接受 那第一個地方是什麼 化整為零 當然說不要去看保利集團 軍工附和體扯太遠 那這樣變保利文化 變成是中國中信 那兩年前發生同樣的故事 國民黨又忘了 那個區塊鏈 大師鏈 大師鏈該幹什麼 各位要了解 當然國民黨說 打台灣還需要用文化嗎 那兩點回應 第一個叫文化統戰 第二個是什麼 一樣 他用紅色滲透想要奪到話語權 兩年前大師鏈的故事 就是找國安高層 找軍情局跟國安局的前長官 找連勝文 連戰 這對父子去北京再台 到後來呢 大師鏈發行大師幣變成笑話 還有那個前中央社的社長 陳國祥 我說好負責 讓我的朋友去參加 他的什麼公開說明會 幹什麼 搞定台灣的影音 那所以大師鏈的故事 現在又發生疑似 趙賽正好意思回答第一件事情 他們稱我叫台灣行政院長 你被矮化你很高興對不對 你有本事人家上面 財寶上面寫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你被人家叫台灣行政院長 你很開心嗎 被吃豆腐沒有什麼嗎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拉謝安下來 說他們也很厲害怎麼樣 你怎麼也變成高翁安 你又拉謝安來幫你背書 謝安怎麼樣的背景 我不知道 也許他是很厲害 優秀的文化人 我也不想去查 他在香港註冊公司 怎麼樣 請問解釋CNN的背景 說明是台灣行政院長 回答了我們的質疑嗎 林投很優秀 這樣的回答 金平修跟我們都研究一下 兩岸關係 你也是淡樣錄院所的 保地集團是什麼 張賽社有回答嗎 最後要說 兩個股東OK 他說他是他的部署 誰跟部署 你的隸屬關係是這樣子嗎 最後我就要問 最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找上你 為什麼志工黨都要找上你 為什麼中國的保地集團 保地文化都會找上你 不找黃金平 因為黃金平反共 不是中國集團找他 是謝安找他 你們就把他簡化了 謝安要不要找他 因為他人氣廣 當然我尊重 敬平兄的解釋 我的解釋是 那謝安背後有什麼原因 而且非張善善不可 那就引人疑鬥 志工黨的部分 我為大家說明一下 志工黨要幹什麼 說是什麼 鴻門 每天都在各群組窺視 台灣所有情報跟情資 志工黨基本上 你被認證過了 那這樣講好了 張善善退一萬步 好傻好天真是不是 那你要選桃園市長 你過去代任副總統 對這些東西都不用迴避 都不用查證 你的幕僚基本上 都不要幫老闆做報告 那你真的好傻好天真 那再不然故事 基本上水很深 究竟是好傻好天真 還是裡面水很深 張善善出來說明了 而且只有對決 不要叫林濤這種候選人 出來說這種奇奇怪怪的 你可以接受台灣行政院長 這種說法 我可不能接受 我是真的滿好奇 為什麼一定要找張善震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但是今天張善震 並沒有回答我們這個問題 那我們再看 游淑會議員 他就講說 蔣萬安 因為他的阿公 走公都是有打過823砲戰的 所以他有抗中保台的DNA 是這個得利嗎 後來陳時中他就回應說 有那DNA當然是最好 但是不知道說現在還存不存在 來 瑞德哥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那DNA是這樣 可是中間為什麼會跳過蔣孝妍 我就不懂了 蔣孝妍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個是2009年的報導 2009年11月23號 當時發生什麼事 蔣孝妍當時是國民黨的 副主席的身分 他在西安跟國台辦主任王毅 還有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 會面的時候 他說中國厲害 你們拍的建國大業的電影 真的很棒 建國大業的電影是什麼 是建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那誰滅了 是中華民國滅了嗎 那他怎麼會覺得說 建國大業這個電影 拍的實在是很棒 超厲害的 而且他講說 中共對於歷史的評價 好客觀 怎麼會這樣 建國大業這個電影我看過 從頭到尾就是在醜化 國民黨跟蔣介石 為什麼呢 因為就把蔣介石 拍成一個剛愎自用 然後非常難以壓抑自己的脾氣 然後最後被人家騙了 所以最後把整個花花江山 中國大陸 然後全部拱手讓給了共產黨 怕輸遭遇的告訴 那麼這樣的一個電影 事實上是對你講家的 莫大的侮辱 我講坦白的 也是對中國國民黨的 一個莫大的羞辱 那麼事實上 劉書會說 蔣萬安身上留有 這個所謂的 抗中保台的DNA血液 這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講DNA 那應該先驗蔣家DNA 我們先驗了蔣家DNA 我曾經跟黃青龍先生上過節目 黃青龍先生 我覺得我們就講科學 我們要先驗蔣家DNA 確認是蔣家DNA 那我們再對號入座說 從這個地方評 我覺得這是比較公正客觀的事情 因為現在到底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事情 各位也不懂 蔣萬安不是說台北市的選民 不會因為他姓張 還是因為姓蔣 然後決定要不要投給他 現在不要再去講過去 現在應該好好地談 現在談未來 然後好好地做好現在的事嗎 你都叫人家不要去談了 為什麼一天到晚 你已經講了四次 你是蔣經國的孫子 你爺爺叫蔣經國 你不是一天到晚 一直在扯蔣經國 蔣經國 蔣經國 你怎麼不說 我爸爸是蔣孝妍 以前叫張孝妍 你怎麼不這樣講 我告訴各位 我個人不會歧視 婚外情所生的私生子 但是我沒有看過那麼高調的子孫 你知道嗎 那麼高調 真正蔣家嫡系的人 人家現在多低調 在台灣 在美國 在世界各地 人家非常的低調 反而是你們一天到晚 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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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天到晚出來叫 除了蔣家之外 我還不知道 真的是不是那個血液 那是一團亂 80幾年前 那個等於說 張雅若女士 確實是一個比較 熱情奔放的女性 我想真的 可是她跟蔣經國的那一段 我們已經講很多了 不足以數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因為 是不是因為這樣 有抗中保台的血液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1945年9月3號 你的阿祖 應該是阿祖 你的阿祖蔣介石 在重慶 當時在美國大使的 這個牽線之下 毛澤東搭飛機 還怕戴力暗殺 所以還特別 有大使坐在飛機上 跟毛澤東坐在一起 你總不敢暗殺我吧 所以一起來到重慶 那麼當天晚上 晚宴的時候 當時蔣介石 去跟毛澤東敬酒 毛澤東在現場喊 蔣委員長萬歲 你知道嗎 那個蔣介石 高興得不得了 最後一回到延安了以後 撕毀所有承諾 立刻揮軍 打打打打 打到你國民黨 逃逃逃逃逃 一路逃 我軍轉戰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 講白了就是這樣 逃逃逃 死命的逃 這是中央日報 當時的一個 頭版頭條的 這個相關的標題 最後逃到了台灣 這是歷史的宿命 想想你的阿祖 想想你的爺爺 我家還有梅台詩青 你知道嗎 梅台詩青 就是你的爺爺 寫的 我家還有蔣經國 寫了很多的故事 我還認識一個 講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我認識 我有一個那時候 三十幾年前 特種部隊的一個 這個長官 他一直被定 一直被定 結果有一次 因為他那時候 在這個海軍上面 結果有一次 沒想到蔣經國 坐上他的這個軍艦 來到了他的 那個相關的 這個辦公桌的時候 他是個軍官 結果看到了 他上面寫了 放了幾本書 是他的這個 蔣介石的著作 他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看這個 他就說 因為我覺得 這才是我們未來 中華民國的明燈所在 為了這個不得了 他的長官問 你跟這個什麼關係啊 有親戚關係 不得了 從此以後他一路升官 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你的爺爺 你的阿宗 全部是反共的 你知道嗎 中期一生反共 絕對不妥協 你們這些徒子徒生 還有什麼臉 到大溪投寮 到慈福去見他 你們現在 跟共產黨的關係是什麼 人家現在把你當作 中國的地方 台灣地區的一個政黨 把你當作這樣 你知道嗎 而你們現在 還有人在說 你們現在是反共的 然後我不知道 你知道蔣萬安說 他絕對不求戰 但是不懼戰 那你要怎麼戰 我問你你要怎麼辦 他們蔣萬安在罵說 民進黨只會分張 我告訴你啦 民進黨這幾年 蔡英文當總統 每年稅收這些增加了 3000多億怎麼分張 2000多億拿來買飛彈 一年生產500多枚 要跟美國買400多枚 我們的陀江艦 我們的雷霆2000 我們的M1A2坦克108輛 我們的66架F16V 我們這些相關的飛彈在備戰 最後剩下的錢 用在這個月開始300億 用在年輕人的租稅補助 用在小朋友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保母的請假 用在長照 這個就是民進黨政府 跟老百姓分享的過去 而你們竟然說 只會跟老百姓分張 好 來 韋志哥來進一步補充 蔣萬安 因為他有那個血統 所以他有抗中保台的DNA 這個剛剛瑞德兄講得非常義憤填膺 我們那個時代 都說要解救大陸苦難同胞 我們這樣說話就對了 來 在眷村都有這一張 好 把蔣萬 複習一下你們阿祖跟你們都交給 這一張其實那時候很流行 我們把它找出來 他怎麼講呢 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收到來 五年成功 殺居保姆 反攻大陸 人民公司不公自破 修行匪諜就在身邊 全軍匪諜 政府有獎 匪諜之手 保證安全 五層匪諜與匪同罪 你們阿公 你怎麼做不敢 阿公 你怎麼做得很厲害 好 那人像空漂到大陸的救濟 虎諒一堆啦 其實共費也都有漂來台灣 我們很小孩不是說 撿到要送回那個什麼訓導出貨 你的時代 我的時代嗎 我的時代 我的時代 有加講一支 有加講一支 來... 不加講而已 來 剛剛在講講我 來 拜託 你現在洗中也好 洗酒也好 洗粵也好 我們當時你都是 如果說你上次 有講說在台灣一國兩制 沒有存在空間 講得也真的很好 文法 這個邏輯 都對文法有一點問題 因為你有點演戲 來 來看一下 永遠都法案 洩密給中共者加重其行 萬安反對 國安機密 人員離職 管制延長 萬安反對 網路納入攻擊 國防範圖 你也反對 台灣與中共簽署聯合協議 須有立法院審議 交由全台人民公投 你也反對 退休將領 涉及國家機密所謂 禁止參加中共黨政軍活動 你也反對 在台發展統戰組織者 你也反對 軍公教成中共間諜 取消退休 你也反對 過去公開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機密檔案 你也反對 還有一個中共代理人法 這個案 這大概是2019年的看 你也反對 萬安 你不要做過 你不要做過永和首長 去黃山山做過副市長 我們的陳時中還做過部長 你有什麼行政資歷可言 所以你現在目前只是公子哥 你這麼做的 跟你以前的阿公 你如果做都不太像 沒有人說即將會用到那個什麼 吃到那個祖先的祖公的飯 要來騙選票 所以你知道你也是 你說你都原稻 那天有人說你比原子 有一個韓總機 說你知道我只原稻比陳時比較原稻 如果要比原稻 我不知道韓國瑜要怎麼比 我就比你比較好看 為什麼要比原子 這比能力 所以你知道你這次裡面 我覺得說剛剛這個為什麼現在目前 你要知道這次選舉當中 我們每一場每一場做談會 常說你台東做談會 利用這次選舉裡面跟人家講 台灣如何要抗中保台 一條一條一條講 我們要跟國際的人講說 台灣人就是不能接受到 中國共產黨 這樣國際才認同我們 你一天說要跟中國共和 有人說要去發揮他的慈悲心 你看到貴 不可能 共產黨哪有看慈悲心 共產黨就是匪 所以以前你的阿公你的阿祖 說共匪還真的是匪 現在只有我們綠在講匪 中國國民黨沒有在講匪的 所以拜託反共的人 我應該不分藍綠 這個應該是現在 我們台灣的共同的目標 來小芳姐來做補充 我覺得是相當誇張 因為我們看到蔣孝妍 她是2009年 她去中國的時候 她去看所謂建國大業 然後剛才游淑慧她說 她的阿祖 然後她的阿公 都是823抗戰 然後都是 這個是823炮戰的時候 打過仗的 對 抗中寶臺 可是你看到蔣孝妍 就是你爸跟你自己本人 你去參加了習近平的家宴 還去西安跟王毅一起看建國大業 而且你還看兩次 人家送你一套光碟 你還說好好看 還跟人家講 還接受中平社的訪問 說好好看 然後你爸爸又去稱買辦的身份 跟台商還搞不清楚 然後你自己 你現在 我跟各位講 今天黑熊學院公佈了11月12月份的新的 結果馬上有秒殺 馬上有秒殺 這麼多的台灣人是關心說 我們台灣的未來 我要如何來保衛台灣的未來 那你呢 沒有服兵役 然後你突然決定要參選 是在上海的時候 你決定要參選 這些都讓我們覺得看不下去了 特別是 如果抗中保台服兵役是不是基本的 最低階的 男孩子當兵是最低階的 可是他就說我有什麼追金盤突突啊 因為其實因為他覺得 他自己非常陽光健康嘛 因為他在很多的進選的行程裡面 他可以打球可以運動 我們覺得這都是非常好的 一個政治人物 不管是過去 你可能身體上面有一些不舒服 但是你現在變好了 我們也覺得非常開心 但是現在 你看到中國的二十大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結局 胡錦濤是被抬出去 全世界 德國 法國 美國 這麼多的國家在提醒我們台灣 你們要好好做準備 而我們台灣人 我剛剛講到黑熊學院 我們台灣人都知道 要自己保衛自己 那你現在呢 你整天罵來罵去 罵東罵西 可是你都沒有想到說 你現在作為一個首都市長 你還要跟人家續辦 兩岸 雙層論壇 那這樣子對嗎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都讓我們看到了 在這場選舉當中的荒謬 我們看到了有一群人 包括了國民黨 包括了民眾黨 現在在台灣這個非常關鍵的時刻裡面 他卻來慫恿大家說 你只要跪下來 你只要不要惹中國生氣 中共就不會打 如果跪下來 如果不要惹中國生氣 不要惹習近平生氣的話 那胡錦濤怎麼會被抬出去 所以這是同一套的道理嘛 所以現在我們只有像國外 這些很多的專家 還有台灣的黑熊學院 包括曹星成先生 我們就要好好的武裝自己 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強 讓中國知道說 他如果哪一天膽敢起了狼子野心 想要打台灣的話 他會重傷 甚至於會死亡倒地 這個才是保衛台灣的方法 不是說 你們不要 我們不要去激怒他 我們這個 我們就跟中國 我們好好談嘛 誰要跟你談呢 你們下了一眼 去跟人家談的 那幾個全部都被拔掉了 還談什麼 所以這個是現在我覺得 在台灣 我們在這一次選舉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可是你如果還看到 有一些中國的同路人 像剛才講到張善哲 那個最簡單的 我用一個最簡單 為什麼找張善哲 因為在數字亡國之前 我絕對 我自己看數字亡國 在數字亡國之前 還有一家叫小馬奔騰 那個小馬奔騰的人 叫做李明 李明因為他認識了央視的人 中國央視的人 所以他在業界 有非常好的脈絡 那接下來 車鋒跟謝安找上了他 讓李明揹了兩千萬美金 兩千五百萬美金的這個賬 而且讓他入獄 然後讓他連屍體死掉以後 連屍體家人都不能解剖 他是要套關係 靠看你張善哲是有關係 他才要跟你做朋友 是要請君入窩 張善哲你住民心 你都搞不清楚 人家到底是要利用你 是要利用你背後 讓你的身份來出賣台灣 你都搞不清楚 這樣子的人還要選桃園嗎 靖平哥我請教 你的爸爸有沒有打過八二三炮戰 沒有 那所以你那個抗中寶臺DNA 你的DNA不正確 你沒有那個DNA是嗎 要用爸爸和這個爺爺來分這個 有沒有打過八二三炮戰 我爸爸是逃難過來了 一九四九年 怕被共產黨統治 這個逃難過來了 所以如果要用這樣的 來抗中寶臺的話 我也是啼笑皆非 但是不管是怎麼樣 骨子裡或是血液裡 有沒有留著這個祖父輩 或是副祖輩 副職輩 有這個當初從軍 或者是打過八二三 還是打過古寧頭大姐 或者是這個剿匪 就是所謂的這個國共內戰 還是那個這個八二年抗戰 我覺得這個 以現在的這個時代 學生年代 九月都已經發生了幾十年了 慢慢的會 會越來越少 會來越凋零 那像我們這種瓦西納 跟這個臺灣的像我媽媽是客家人 這個結合在一起 我們這種 我們講說一般都是喊吉英 臺灣藩術 我問你 你還有再去對岸交流過嗎 有啊 當然有啊 你會不會擔心 因為他們現在整個局勢 完全不一樣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叫華獨 你就是台獨 現在當然不敢 因為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的關係 而且清了之後 會不會怎樣都不知道 現在動態清零 而且他們那邊沒有那個 像我確診過了 在那邊可能我是病毒 可能這樣看待我了 所以我的健康也不會是永遠健康的 不是 因為你也常常在我們節目上 講一些比較這個反共 比較是捍衛中華民國路線 那當然 你算是危險的分數 小粉紅當然很討厭我 很痛恨我 就像就像民眾黨跟那個黃衛斌 都說我什麼時候加入民進黨一樣 所以但是其實這都是意識形態 和政治的想法在作祟 我覺得我還是覺得說心裡面自己有那一把尺 本來我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兩千四百萬人共同一起來守護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台灣 台澎金馬 澎湖金門馬祖 綠島蘭嶼小琉球 還有很多我們台灣周邊的離島外島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 我覺得 我覺得以我自己的國家為交 本來就是你要跟對岸打 那你有看過建國大業嗎 我看過啊 我在網路上看 你看的時候 我看的是侵害智慧財產局的網路版 那你什麼感想 我覺得就是他的大內宣大外宣 你有感覺 我會雞皮疙瘩 你會就是鼓掌叫好說 哇 這部片拍得太好了 會這樣嗎 不是屁啦 我看了我會覺得說 把我們拍的這個把我熊小讀了歷史 什麼蔣介石 蔣經國 然後拍了一副那個很慫啊 然後他們的這個將軍 紅軍都怎樣 毛主席 這個書記我認為我們這樣 我雞皮疙瘩是我覺得快吐了啦 那個就是那種感覺啦 是啦 你有那個特效 你有羅招 那為什麼蔣介石也會覺得很棒 紅軍好像都好厲害 就是把國民黨那時候 國民政府的軍隊 不是啊 當你國民黨 已經被人家踩在腳底下 然後醜化成那個樣子之後 然後蔣介石居然去看完之後 還是這部片實在是拍得太棒了 太棒了 我不會有這種太棒了 太棒了的感覺 那如果他覺得太棒的話 可能不知道是技術還是什麼層面 還是劇情 還是幹嘛的 那我我只會覺得說 這擺明的就是這個 中國版的舉光原地宣傳 然後中國版的那種以前的軍教片 我們臺灣這個小時候 我們在看的軍教片宣傳 所以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心裡面先要有那種定位 那種想法 所以他當然會醜化國民黨 國民政府 醜化了這個蔣介石 蔣經國 然後就講臺灣怎麼樣 但是他把那個歷史 只做到那一段之後就切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的歷史我們臺灣 自己要重視我們自己 中華民國自己要重視 我們自己的國家 和我們自己的這個淵源跟發展 那他們是講他們的 我說隨他們講 因為那是他們拍的 那將來我們有能力 我才會說 我們的隱私 我們的實力 我們的卵實力 我們的經濟 我們看我們自己 那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靠大家一起來守護 而不是說我們自己在內部 分化自己找敵人 東老師 簡單請你補充 就是說要怎麼樣才能擁有 抗中寶臺的DNA 我跟你講 抗中寶臺的DNA 不看你的出身 也不看你父母親是誰 就看你現在的態度 就看你現在的作為 剛才他那個我們教授 他拿著那篇就是萬安 你看看你就算你過去 有再好的DNA 看到你做這些事情 那個DNA有用嗎 抗中寶臺是我們未來台灣 面對習近平 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跟最重要的共識 我覺得就以這次的選舉 為一個檢查的地方 或是大家來考驗的地方 不要再對台灣 做這些傷害的事情了 抗中寶臺是要用行動 不是用口號 我們大家一起去參加黑熊學院 大家一起去當神射手 是 我們不要讓柯文哲太得意 所以最後議題短短的時間 來 韋志哥 柯文哲今天得罪了北台灣的議長 因為怎麼樣 他說北台灣的議長 哪一個不是黑道 那重點是他還有講一句 超好笑的 他說他為什麼要跟中東景 要什麼黑白配 那主要是說 類似改過千善 那他發揮的是一個 所謂的叫做 耶穌的精神 是 有夠夠了 柯皮啊 你說你是耶穌 你本來對什麼 對這個 這個雍正 如果哈赤 和憲帝 和高主唐太宗 和志公都附身 結果我才發現 他變耶穌 柯媽媽說變聖母瑪莉亞 柯媽媽你說變我們 那個聖母瑪莉亞 哈利路亞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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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拜託 你現在當時會變 他說要把這個北台灣的議長 他說要 他要杜化 中東景 我希望你能夠這樣做 能不能騙擊全台灣 以後全台灣的 現在議長都在國民黨的 副議長百分之八九十嘛 那今天為什麼 黃珊珊要幫柯皮緩加說 他不是針對台北市議長 不是不是 他就算不是針對台北市議長 他也得罪其他縣市的議長 他是針對北部的所有議長 那樣的反夾 就更讓人家覺得莫名其妙 他講得很實在 這幾位 好幾年來 第一次認同你的 他說北台灣哪個議長 不是黑道 講得有道理 他這個說的 南台灣也一樣 所以柯皮拜託 杜化更多一點點 你沒補到 現在團隊 你跟共產黨一樣 不是這樣講 蔡陽翊這個議長不公平 那麼北台灣從苗栗 伊北到一直到宜蘭這些議長 如果不去告柯文哲的話 你們就是黑道 還有柯文哲說你們是黑道 還要告柯文哲 你們就是黑道 你們自己認為 你是柯文哲說的黑道 還有一點很重要 真的法律無邊的話 兩岸一加親嘛 來杜化一下習近平 你已經很厲害吧 看習近平聽不聽你的 所真你就是假的嘛 沒有啦 柯皮只懂黑社會的美 好 我們最後來講 抗中保台DNA 可是有些人 雖是這樣說 雖都是說 捍衛中華民國 可是一直在古村是投降論 你說避戰 你說謀河 難道烏克蘭他們沒有想要避戰嗎 他們沒有想要謀河嗎 中國就是一頭狼 台灣是羊 那狼當然想要吃羊 如果羊要跟狼謀河的下場會是什麼 你不掙扎 那我要吃你不就更容易了 我們再來看 因為我們明天吃得吃了 我們明天的活動 我們不是在棚內 跟大家報告 明天新台灣加油 我們第一次的戶外開獎 我們選在港都高雄 在鳳山五甲龍成功 我們非常歡迎 也邀請大家可以到現場 如果沒辦法到現場 你也可以打開電視機 準時來收看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